本章主要讲的是笔记数 那笔记数的时候 因为写笔记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笔记的话基本上是一种自我对话的过程 如果说假设别人找不到人可以分享的话 其实笔记是最好的方式 就好像你对自己在对自己讲话 然后这个东西可以遞延一个时间性 举个例子来讲 像假设别人来讲 可能我97年写了 对同一个主题写了一篇文章 可是98年又对同一个主题 类似的主题写了同一篇文章 当我今天104年去看它的时候 那我就会觉得很有趣 我就可以知道 当初我的盲点跟我的思考想法 是有什么样的差异 就好像说我们今天 其实笔记数它就是一种 有点类似自我沟通 那你跟对自己沟通的过程 你可以沟通一些未来的梦想 你也可以沟通一些自我的心得 甚至于说 基本上来讲 这过程的产出过程当中 可以让你自己的脑袋更灵活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提到说 MLP呢 神经语言程式学 为什么会提到这件事情 因为在我读 我们讲读的意思就是接触 就是 当然我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训练 但那东西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 你有些什么收获 它里面有提到 书中有提到一段 它说同一件事情 我们要有三种解决方式 或同一件事情 我们要有三种演戏的更推演过程 甚至同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主张三种情绪 跟三种不同的反应方式 那我就一直在思考说 为什么会要这样子呢 后来再发现 大多数人都是为习惯所掌握 也就是大多数人就是一个习惯 我们单纯举一个例子来讲 像说原本的部分的时候 像说我的一些学习心得 早期的部分我没有把它写出来 那没有把它写出来的时候 就是人是会忘记的嘛 对不对 那慢慢过程当中 我养成一个习惯 我说那我何不如试着把它写出来 可是后来因为接触到MLP的时候的笔记本 我想说笔记本它的形式 不应该是同一种形式嘛 我除了可以把它写起来 我可不可以把它照相起来 对不对 甚至我没有可能把它录影起来 结果慢慢我就想法 那我干脆把它做成一种影音分享 那做成影音分享 那当然后来我的一些文章 我集结成册 突然有一天 我一个好朋友打电话来跟我讲 他跟我讲说 他们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就是属于会员的组织 那既然是会员组织 他觉得我的文章非常有价值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愿意跟我合作 就是说 他帮我的文章改编之后 然后 然后他分送给他所有的会员 而且是VIP only 那在这种情况之后 我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为什么 那这东西是蛮有趣的 我会认为说 我建议我一个文章 我那么多篇文章 当然你都有看过 那你还有办法把我们改编 给有一个架构 甚至再有提出一些新观点 那我为什么不接受呢 而且大家要是好朋友的情况之下 互相切磋求进步 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说 如果你没有人生的第一部作品 你怎么去做改进 或者说你没有一个人生的作品 你怎么去跟人家分享 后来的时候养成我一个习惯 我就写作朋友还蛮多的 所以我们都会有一种PK 那我一般人讲PK 讲游戏PK嘛 那个人不接触游戏 那在台湾的商业文化来讲的时候 有所谓的敬酒文化 很抱歉 个人也不喜欢喝酒 所以我们唯一能PK能玩的东西 就是写文章 我们常常几个作家 大家一起坐在一起 然后就拟定纲要 然后大家来PK 也就是说同样这一份纲要 就是你认可我也认可 那我们看谁先写完 也就是说你写几页 或者说甚至 都是我同一个人 我跟人家PK的过程 当然可能我跟甲PK是PK叶数 跟乙的话是PK纲样 跟另外一个是PK影音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是一个人跟多个人 大家一起PK 那甚至于说有时候的话 如果说假设P来讲 因为有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 像虽然说打官司我们都有经验 我们都有请过很多律师打官司 我们大概也知道说这一个官司打起来会不会赢 可是如果说今天有一个对于共有方面的很专业的律师要跟你合作 那这种感觉整个感觉都不一样 所以我常说 我们今天在这东西的时候 笔记述就是有点体现你的未来 你在没有写出来之前 你永远不会知道说 你自己可以写到什么地步 我举下面的一个例子 跟各位说明 像我漏水的部分 有人讲说 你漏水的话 你发表了那么多影音 那你是不是真的有作品 那因为书前还没出版吧 人家看人家也是傻了 我说我同样对这些主题 我这些想法就是又变成我的部分 我可以跟你从材质上去跟你讲 我可以跟你从施工法开始讲 那有人就跟我提到说 那我的讲法跟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常说 你只要翻开市面上漏水的书 你可以发现很多漏水的书 都是推给另外一个高人 或者说我们先换一个画质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找专业 说到最后你会发现 有说的也没说 我举个例子 我们讲说漏水工期需要多少 那我们谈到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 当我看到这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个人想象说 那你既然讲漏水工程 不管说你是防水工程 或茶漏工程 你总是要有个功项吧 举个例子 讲什么意思来讲 你先要做卫浴的部分 那就浴室的部分 你要做防水工法 对不对 那在这部分 你地板一定要磨平嘛 磨平要有个时间啊 那磨平完了之后的话 你要做防水 要有个时间啊 再来你要存水泥沙 将硬底打底一个时间 再来你一个 我们单纯讲 水泥沙的制品的部分的话 那你又有一层上去 我们俗语上来讲 就是所谓的打底 跟所谓的粉光 然后再来 这个地方 的话你再贴磁砖上去 那这正常来讲 你总是要提到漏水工项的时候 你总是要有个程序嘛 那才会推出时间 那你才会跟人家讲 那你举一个最大例 我就看到很多书 要超过一个星期以上 那你这个问题不是讲跟没讲一样吗 而且第二个重点 很多讲防水的人都是从防水工法 就讲防水 很多人防水的人 他并不懂的所谓的营建工程 像我今天在讲这一个所谓的铝门框 我们讲窗框漏水 我今天站的就是站在营建公司 施行下去就不会漏水 那可是一般书上在写的时候 好像强调说你只要有试水 就会有很好的结果 那万一试不过再说嘛 对不对 但是这样不是等于有讲跟没讲一样吗 所以其实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有写的过程 我就会去比较说 我的作品跟别人作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发现我的角度 那当然影音的差别最多 我们单纯就来讲一段影音的 你现在目前在YouTube影音 我常跟朋友讲说 他只要影音低于三分钟的 那基本上都不用看 为什么 因为几十秒四十几秒 不是广告就是废话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只要是报导式的结果的话 那一定是低于三十秒 三十秒可以告诉你什么 最多是告诉你一个现象 他有办法告诉你解决方法吗 他可以告诉你材料吗 他可以告诉你说 他的关键重点在哪里 就好像我们讲窗框 其实窗框最大的问题点是在哪里 就在砍封 你砍封实不实际 跟你的窗户的品牌 窗户的品牌也许让你觉得说 隔音效果比较好 可是你需要一个隔音效果很好 但漏水的窗吗 其实漏水才是重点 所以砍封才真正是重点 你砍封砍得好的窗 就是不会漏水 因为基本上 如果说从窗本身 我曾经问过一个四几年的一些工地主任 他就是建设公司 他接触过四百多个案子 他说他经历这么多的驴门窗 这一扇驴门窗是有问题的 大多数的漏水问题都出在砍封 所以我们今天常讲 你做事情的话 就好像你写的文章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跟心得 就好像你问我防水工法 我一定告诉你说 就我个人认为哪一种工法最好 如果同样价值可以选择之后 你选择什么样的工法 那你要有这一个利润 你才可以不断的做改善 不要讲一些事情的时候 讲到最后都不确定 就好像我请过几个结构技师 讲的都是一些结构术语 就好像你遇到一些会计师 他会告诉你说 你还要报表允荡表达 没有允荡表达 不然你到底在说什么 各位懂这意思吗 这东西还蛮有趣的 所以笔记数真的可以协助你自己 不管是创业也好 不管是思考也好 不管是沟通也好 笔记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 我是玩消理的共同作者 谢谢